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眼科醫師 黃佑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這個是作家梁 嗨 好久不見 大家好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藝人徐采晶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我是妞妞徐采晶 好 歡迎以及精神科醫師 王鳳剛王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這個我們今天主題是 諾貝爾得主的女兒 加拿大有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她叫艾利斯孟若 她今年五月在家中過世了 享年九十二歲 她過世後幾天 她的女兒叫斯金娜 她就投書了加拿大的報紙 揭露媽媽的黑歷史 斯金娜說她從一九七六年九歲開始 遭到戀童季婦 叫做佛萊姆林 長期的性侵 性侵 九歲開始 那一九七六年她九歲 所以她其實是一九六七年生 一九六七年生現在就是五十六歲的意思 所以她在五十六歲出來講這段事情 媽媽走了 那這個媽媽夢若 她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十六年後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她保持沉默 她是在二十五歲的時候跟媽媽說的 她二十五歲跟媽媽說她被繼父性侵 然後今天媽媽走了 她才出來公租社會 那麼這個 而且她跟佛萊姆林 這個媽媽跟佛萊姆林 就是她的繼父保持了婚姻關係 直到二零一三年 這個繼父去世為止 那整個事情 她的這個來龍去脈 這個故事還蠻長的 我們請黃醫師 跟大家說明一下 首先跟她就是一位 加拿大諾貝爾獎得主 就是Alice Monroe 那我們簡稱夢若 那她其實不只是加拿大的這種 就是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 她本身也從她的這個作家生涯裡面 有囊獲她們自己加拿大的各項大獎 那同時她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裡面第十三位女性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所以換言之就是她的 在文學史上的成就是非常的偉大 那她本身就是以書寫女性的人生經歷中的一些優為人性的著稱 她擅長用比較犀利冷烈的觀察 然後描述那一些其實是比較會涉及到生活黑暗現實的 包括女性遭受到的猥褻 暴力 外遇或者是被外遇 甚至是自殺 所謂的當代短篇小說 大師 那她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那女兒是叫做Skinner 她在 她的狀況是 其實她九歲的時候 因為這個孟若跟她的前夫也就是Skinner的爸爸已經離婚 分居了 所以這個女兒Skinner是跟她的兩個比較年長的姐姐 還有就是爸爸後來再婚的繼母以及繼哥一起同住 就是那可是因為是這樣子的狀況是離婚的家庭 所以這個女兒就是Skinner她每年的夏天要花一些時間跟她的母親也就是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孟若一起住 那這個過 可是她這個九歲去住的時候 就是發生說 她的媽媽剛好跟她的繼父 就是這個弗蘭銘結婚不久 然後九歲的時候 再有一天媽媽晚上出去不在家的時候 這個繼父就對她施行了這個性侵這樣子的劣刑 然後她受到這樣子的這個待遇之後 她覺得很害怕 在那個暑假當中 她也不敢說 然後就忍耐著 因為整個過程中就是還除了說性侵之外 還會跟她講述說 我跟你媽媽的性生活 在一個九歲這樣的年紀 然後忍耐著忍耐著回到自己家之後 她首先是告訴了她自己的 就是同父異母的哥哥 可能關係是年紀比較相近 所以她先告訴她的這個繼哥之後 這個繼哥就很鼓勵她 所以後來又再告訴了繼母 也告訴了自己的親生父親 那沒想到她的這個親生父親聽了這樣子的事情之後 竟然的選擇是沒有告訴自己的前妻也就是夢若 選擇沒有講 然後假裝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那這件事情的過程中 這個夢若 諾貝爾獎的得主 他到底知不知道呢 他其實在 這個女兒 剛剛講發生事情是九歲 到了十一歲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隔壁鄰居的媽媽 來跟夢若講說 嘿你老公在我十四歲的女兒面前露下體 那這個事情那個時候就是當然有引起一個家庭的討論跟紛爭 但是夢若的老公也就是這個渣男 這個這個framing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都是有多多少少 用這樣子的方式給這個兒童做性教育 就是用這樣子很荒謬的藉口跟理由搪塞過去 而此時我們這個女兒發現 她的諾貝爾獎得主媽媽 一句話都沒有說 然後就這樣過去 後來她就來到青春期 她發現青春期之後 這個繼父再也沒有要想要對她性侵 或者是猥褻的那種意圖在了 但是青春期之後 這個女兒 她就開始發現自己身體出現了一些反應跟病狀 比如說會偏頭痛 比如說會暴食 甚至失眠 所以導致她的這個功課很差 照她的說法 就是雖然有念大學 其實也念得不好 後面也沒有辦法繼續的深造 那這樣的事情到了二十五歲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 因為他們還是持續著 就是母女的關係 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夢若主動的提出一個故事 就是講述說有一個女性遭遇她的繼父 性侵之後自殺的故事 並且對這個故事提出一個評語說 這個女生為什麼不告訴她的媽媽 那這個女兒Skinner聽了就是好像是因為當時 她因為這樣的童年的遭遇 就已經在接受心理的諮商的時候 她突然想起來說 這個媽媽這樣講 那不如我也鼓起勇氣一試 把我自己的遭遇 就告訴這個夢若好 告訴自己的媽媽好 所以她就真的是寫信給她的媽媽 告訴她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她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的時候 那沒想到這個夢若知道了這些事情之後 她的反應呢 讓這個女兒非常的失望 覺得說媽媽也太以受害者自居了 因為夢若的反應是什麼 夢若的反應是說 那你當年看起來好像在我這邊生活的很開心 那她知道這個事情 她認定老公會去性侵自己的親生女兒 是對自己婚姻的不忠 所以這種這種情緒就是很明顯 那這個繼父知道了 這個事情二十五歲的時候 這個女主角揭發的時候 弗萊明的表現是什麼 就說她也不否認 但是她就用那個就是很著名的 戀童文學羅莉塔來舉例說 那你這個女兒就是當年自己來誘惑我 因為她想要跟我來一個性冒險 她就是一個破壞家庭的狐狸精 除了這樣子去貶抑這個勇敢的說出來的 Skinner之外呢 她還在這個家庭的這種會議上說 我手上握有很多Skinner 當年露骨的照片 小時候露骨的照片 你們如果敢去跟警察說出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就要讓這些照片曝光 然後另外這個繼父還大聲地說 因為當年生父你明明就知道 可是你卻沒有阻止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默許 那所以經歷這樣子的風波之後 孟若的說法是說 他在幾歲的時候跟生父說 他其實在九歲的時候 他到第一次遭遇的時候 他回家先跟他的哥哥季哥講 季哥講完又鼓勵他說 那你就跟季母講 也跟自己的爸爸講 所以他九歲的時候 他爸爸就知道這個事情 生父就知道 但是生父就非常奇怪 是竟然選擇不把這個事情告訴他的前妻 也就是孟若 所以這個生母在一開始前面 這一段的時候 並沒有機會知道 所以孟若在二十五 在這個自己的女兒二十五歲的時候 才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說我太晚知道了 那我愛得太深了 那如果你們期望我否認我自己的需求 為了孩子犧牲 並且要我補償男人的過錯 那是我們文化厭女情節在作祟 所以他就強調跟這個Skinner 這個女兒說 你現在跟我這個老公 也就是你的季父的 這一些種種的各種行為 都是你們之間的事情 與我無關 這一段應該怎麼 他的回應應該怎麼來解讀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來先休息進廣告